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吃的东西你点一桌 你爱吃的全吃了 不爱吃的就是到我吃的东西 真的假的 就是这样啊 总有位军 饿就饿了一顿 然后他开心 我觉得也跟他开心 我一说了一点 说是他整天都能跟我暴躁起来 整天他都不开心 你哄他吧 他说你知道我怎么生气的吗 完完全全你只能跟他道歉 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错了 我平常说我很为你节省钱啊 不是吗 什么时候都是我打电话给你 每个月的电话费都三四百好不好 你怎么不关心一下这种事情啊 又接电话还那么清楚 我的钱全部都给你了 你的什么钱都在他呢 比如说每个月家长给的钱 读大学的时候 是每个月一千五到两千 都给他 必须啊 除了自己翻卡里充点钱 他自己一开始跟我在交往的时候 他说的 他说以后我的钱都给你 那我接受我必须接受 他都说是这样子了 那你说钱都在你那里了 你说不是你花的那里 我也给他零花钱啊 我一个月也看表现了 他怎么表现 你能多给他一些零花钱 比如说他今天做了一件 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会下大雨啊 他知道我没有带伞啊 他可能在很远的地方 他都坐车过来接我 就为了送一把伞过来 然后你奖励他多少钱呢 就那个月可能就是一千多吧 我一定忍耐 要不然你先回去 我们帮帮你 行吗 徐老师 像他那种你怎么对付呀 首先我从来没遇到过 就现在遇到了 你怎么办呀 你困得不行了 他发短信 还兴趣盎然 这个时候你说人家傻呀 你怎么应付呀 我关机呗 手机没电了 你敢关机 那你就会惊疼我呗 你没帮我当女朋友 你问我什么你发 我就会发 你在干什么呀 睡觉 别睡啊 我睡不着 你陪我一起啊 我很困 很困就努力地张开眼睛 可是我一样我好难受 我不想一个人 要不然这样 咱们俩呢一起先把眼睛闭上 咱们到梦乡里去 别说那个我试过好多次了 我没有试过的嘛 咱们去梦乡里一起聊天好不好 不可能 女人可以任性 但不能肆意而为 可以撒娇 但不能骄昂跋扈 任何一个女人 如果靠男人的尊宠来过日子 再幸福 也不过是个花架子 请不吝点赞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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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们俩这件事相爱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她 我也看得出来她对你意义不熟 你少在这撒娇 摸起你的眼泪 我告诉你 如果要真的有一天 家里出了什么事 如果你男朋友 因为某些原因 不能承担这些责任的时候 女人往往要变得坚强 那个时候你在哪呢 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只有爱你的人 你才可以伤害她 如果我们不爱你 你怎么可能伤害得了我们呢 可是我会改呢 我一定会改呢 问你的问题 让你做一事 这件事做完 我觉得四年的那种地狱般的生活 也就算过好 一会儿啊 你向她求婚 行吗 我不光要她向她求婚 还有她把她抱下去 不可以背着 好好好 背也行 背也行 你说你早知今日 你何必当初呢 这个不在少数 我觉得你可以叫她公主病 实际 傅老师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独生子女 又是一个女孩 家庭条件又非常好 怎么去教育是个客体 以后好好的啊 来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杰利亚 为本节目嘉宾 订婚提供的这个套件礼盒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 订婚提供的这个钻件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个神奇的时刻 亲一个吗 亲一个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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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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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过一个节日 以后要通过一个节日 订婚节 其实啊 其实大家说的最合适的一句 就是不要太自由 我姑娘其实还是挺单的 好好珍惜啊 你别太任性了 祝你们幸福好吗 好 你会不会再折磨她了 我会在她的节目上 在节目底下折磨 你会不会再折磨她了